大家好,我是ShotimeZ 今天的视频内容呢 主要是给大家分享一下 我曾经介绍过 也是我正在使用的两款产品的一些改变 第一个呢 是这个crypto.com最近的一个活动 第二个呢 是HiveOS的操作系统的这个计价 首先来说一下这个crypto.com 这个最近的活动吧 如果你观察这个最近的行情来讲呢 总体的大盘呢都是上涨的 比特币是米太坊的 然后这个crypto.com这个币价呢 也是从这个不到一毛钱每分吧 翻到了0.16啊 现在要跌回到0.13了 以后的这个行情还是不太确定 我会把原来我介绍过的一期视频呢 放在这里 这个基本的一些概念呢 我都在原来的视频介绍过 先来说一下它的 最近这个活动的优点吧 就是说你在2024年4月2号之前 如果你原来持有的一张信用卡呢 进行升级的话呢 你会得到相应的一个苹果产品 具体怎么回事呢 就是说如果你之前呢 没有这个CDC crypto.com的这个信用卡的话呢 或者你有那个免费的那种级别的话呢 你升级到Ruby Steel Ruby Steel呢 需要你质押400美元 或者相应你国家货币的这么一个 6个月的质押 就是说你现在购买400美元的CDC 它的自己的这个token呢 然后质押到6个月之后 然后你就可以再进行购买 这个40块钱的苹果产品 相应的这个Jade Green或者是Royal Indigo 这两个呢 是800可以购买800美元的这么一个苹果产品 如果你升级到Ice White 或者Rose Gold的这个级别的信用卡呢 你可以购买最多5000美元的这个苹果产品 如果是这个Opstein这种信用卡呢 你可以获得最高2万美元的这么一个信用卡 具体怎么操作呢 实际上就是说 如果你现在比方说你是Midnight Blue吧 你想升级到这个Ruby Steel 你就现在去买400美元的CRO 它自己这个token 然后呢 你进行一个卡的升级 你400美元到这个活动结束之后呢 是6 抵押6个月是不能动的 然后你在网里卡充40美元的话呢 你在这个Apple Store 线下或者线上都可以进行购买 然后呢 就可以得到 在活动结束三个月呢 你就可以得到新的这个CRO返线 大概价值是40美元左右 然后 然后再说另一个情况 比方说你现在已经有这个Ruby Steel 你现在质押了400美元 对吧 然后你要想升级到这个 Roy Indigo或J Green 这两种信用卡 你想得这个 你想得这个iPhone 15 这样的话呢 你需要再购买4000美元的这个CRO 并不是3600啊 这样你要记住这点 一定要各购买全部的4000美元的这个CRO 再质押 把这4000美元的CRO呢 质押 之前呢都不算了 就是你得重新购买 然后你还得到相应的权益 比方说 2%的返线呀 前三个月没有限制 然后还有这个Spotify Netflix 前六个月 给你返线 这些都有的 然后呢 你就可以在 就4000美元充去 质押六个月之后呢 在这个 在往信用卡里 你这是一个预付的信用卡吗 充800美元的这个CRO 然后你再可以在苹果店消费 当然是不一定非得买iPhone 15了 你可以在线上买 其他产品加起来 小于800块钱 或者大于800块钱都可以 但是它最多只能翻800块钱 当然你也可以买去苹果店买那个gift card 然后之后再进行消费 或者你买其他的苹果的这个电脑啊 手表之类的 反正最后加起来最多它反800块钱 快800没到 然后我这里建议呢 就是说大家如果有这个Ruby Steel 然后现在充4000美元 然后它送一个800美元的这个iPhone 15 这个还是比较划算的啊 等于你充了3200嘛 反了800 制压6个月 这个呢是它的这么一个活动的好处吧 缺点呢 就是说这里必须得对大家这个把缺点也说出来 是吧 因为我也是它的这么一个长时间的用户了 缺点就是说它你制压6个月 你想啊 6个月它的这个价格呢 就不一定非常稳定了 你制压6个月现在是4000块钱 6个月之后有可能是2000 或者说是8000 这都有可能对吧 你这个看你的这个对CRO这个币的这个信任 或者说你对大盘的这么一个信任 不过我个人觉得现在是个牛市吧 我多也不说了 这个到时候也不是一个投资演绎 所以大家亏钱了不要找我对吧 呃送个iPhone15还是比较合适的 如果再多的这种呃 Icy White或者Rose Gold这两种呢 呃需要4万到4万美元 说实话呃送个5000的 这这个都有点稍微点多了 稍微点多 现在风险还是蛮大的这种东西 呃当然你要是大老级别的 你可以搞这个Opstein是吧 呃充40万美元 然后呢你可以购买2万刀的这么一个苹果产品 不过我觉得你要是能往这里充40万 你也不差这2万块钱对吧 呃具体的这个呃说明呢 我会发在视频的这个描述栏 然后没有开过卡的 我说你有兴趣的啊 可以推荐你来开这么一个卡 可以得到 呃应该是15刀还是25刀的这么一个奖励吧 啊我具体数字我忘了 反正咱们双方都可以拿到好处 呃具体的他这个还有这个解释说明啊之类的 然后官方的还有这个呃 Reddit平台呃这个地区呢 现在美国加拿大还有这个新加坡欧洲等等 但是英国好像没有参加 呃 好 那么这个活动呢 就给大家分享到这里了啊 最就最终的节日期呢 是2024年的4月2号 呃 再来看一下这个HiveOS的这个更新情况吧 他原来我也经常用这个HiveOS嘛 最后来呢 由于这个以太坊 这个回报率太低了 但是他每个月呢 还会照常的收费嘛 如果你要是几套矿机 不管你查几张卡 他都会收呃 两套以上吧 他都会收三块钱每刀 比方说你有十套 那就是每个月30块钱 30美金的这么一个收费 但是你有一套或者是两套呢 他就会免费三套以上 不管你多少张卡 他都会收费 啊 现在改了 现在改成就是两套 不管你多少张卡 每套十张卡都没事 啊 就免费 但是如果你三套矿机 啊 呃 这样的话呢 就会按你的卡数来升级 对吧 呃 假设你三套 每每张卡 每套呢 都是一张卡 那么每套呢 就会收五毛钱 啊 如果要是三套 每套是六张卡 啊 六张卡就是照三块这么收了 他让卡的数量来收费了 所以说比原来啊 稍微好一点 嗯 如果要是CPU的这个 Mining Rig 就是说CPU的矿机呢 就是0.5块钱 啊 0.5美元 每月 嗯 如果要是 这个 你的主板 你的主板支持两个CPU 那还是 五毛钱 一个月啊 啊 这个改变呢 我个人觉得还是 比较好的嘛 因为毕竟他 现在大家收益都小了 他估计 也感觉到 使用他的人呢 没有 就是 最牛市的 这个 2021年 那时候人多了 所以呢 他决定这么一个降价吧 对于你 多矿机 但是卡少的 这个用户来讲 是比较合算 比方说你有五个卡 一套矿机五个卡 那么就会少收 五毛钱一个月 嗯 个人觉得 你如果六张卡 的话呢 一个月 三美元 还是可以接受的吧 这个 毕竟能使一个月呢 一天是 一毛钱 对吧 整套矿机一毛钱 如果你要12个卡 那么还是三块钱 这个还是比较值的 但是如果你要 一套矿机 一个卡的话 一个月五毛钱 也是 还不错的 这是一个 呃 就是说 跟原来比 是一个 收费的这么一个优化吧 我呢 对这个HiveOS呢 之前呢 也是有过 详细的介绍了 如果大家有兴趣呢 可以点击 下面的这个 充钱 第一次有这么 呃 10%的这么一个优惠啊 好 那么本期视频 就到结束了 啊 感谢大家观看 咱们下期再见 咱们下期再见 咱们下期再见